Unlock Your Potential in ES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uture Fit Business Benchmark 一个由Future Fit Foundation创立的策略工具 用来重新定义企业的永续发展 开始本集之前 我们先快速回顾一下上集的内容 Future Fit Business Benchmark 以系统思维作为基础 由着重于阶段性改善 变成真正实现永续目标 确保企业不会对社会和生态造成伤害 我们简单介绍了这个框架 所提出的23个零损目标 和24个正面影响力追求目标 也提到这些目标可以推动企业 除了要减少伤害 还要积极地为社会的利益做出贡献 总括来说 Future Fit Business Benchmark 适用于各种规模和行业的公司 而且它的设计富有通用性 还有和扩展性 提供了一种与永续发展目标商服 而且可以把实现永续发展标准化的方法 通过推动企业营运方式的系统性变革 这个基准框架 希望可以错进企业肩负对于实现 社会繁荣和地球健康的责任 可见这个框架可以协助企业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 并从中繁荣成长 而在本集 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Future Fit Business Benchmark 的零损目标 在上一集我们就说到 一个Future Fit的企业 它的存在不应该对实现永续未来的系统条件 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意味着所有相关的营运 产品 和在社会中的互动 都不会破坏我们的地球健康 或者是居民的福祉 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复杂网络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所称的价值网 其中也包括了供应商 营运 产品和社会 这个网络的每一个部分代表了一家公司可以影响 或者被各种社会或环境因素影响的区域 首先是供应商 这包括了为公司产品和服务所需做出贡献的所有人 公司必须要确保这些投入不会对环境或社会造成任何的伤害 第二是营运 公司的日常活动不应该对环境或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这包括了管理他的员工行为 以及他的营运过程的直接影响 第三是产品 公司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在他的生命收齐的任何阶段里 包括了从生产到处置 都不应该对人或环境造成伤害 最后是社会 一家公司在与社会机构和基础设施的互动中 行为必须要符合道德的标准 确保他的行为是支持集体的福祉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 一家企业不应该只对他的直接影响负责 也应该对他的间接相关影响负上责任 这种相互责任横夸整个价值网 从避免或减少供应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到设计和交付产品时 不会伤害用户或环境 还有考虑到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 零损目标的设计 是为了帮助企业识别并实现一个平衡点 让他的营运不再对环境或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这不仅涉及防止伤害 也在任何适当以及可能的时候 带来积极的贡献 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达成一种状态 就是公司的活动除了是永续和有社会责任的 也应该跟全球的永续发展努力保持一致 为了得出这些目标 Future Free Foundation探讨了对于一家企业 有可能对系统条件所产生的任何负面影响 包括了可能阻碍向Future Free社会发展的行为 以找出防止这些负面影响所需的行动 然后他们将这些行动翻译成 23个清晰而简洁的零顺目标 每一个目标都被简洁的陈述 以便理解和传达 也针对价值网不同的部分 并具有集体的性质 涵盖了所有必要的方向 确保公司达到他的社会和环境的平衡点 而为了追踪实现这些目标的进度 相关的特定指标也根据一系列的设计标准开发 这些标准确保指标是实用 可靠的 并能在不同的行业和业务规模上 都可以被普遍的应用 指标不仅可以帮助企业监测和调整它的实践 还让利益关系人可以根据可靠的数据 做出知情的决定 以下就是在八个关键领域的零损目标 由于23个零损目标 是在这八个关键领域下进行分类 所以这些目标的顺序将会打乱 而在本集podcast中 我们将会简单介绍每一个零损目标 每一个零损目标都有自己的一套行动指导说明 行动指南希望可以将零损目标 有效的整合到业务的营运之中 并引用基准框架中的第三方支援 每一份指南都是一个实用的起点 提供详细的目标描述 关键的统计数据 以及其他资源的连接 以便我们深入的了解和应用这个框架 指南分为五个部分 包括报复 行动 评估 验证 和附加资讯 报复的部分 解说了目标对于永续发展的相关性 以及与其他目标的关系 而行动部分提供了实现未来适应性的初步步骤 和进阶的策略 引导企业进行反思和策略规划 而评估的部分包括用于衡量组织的进度和背景指标 验证的部分 就解释了如何通过独立审计验证这些结论 从而提高信誉 最后附加资讯的部分 就提供了实用的例子和阅读材料 来丰富指导的内容 由于这个基准是一个开源的策略工具 所有的零损行动指南 都可以在FutureFit网站上免费找到 现在就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每一个目标的内容 首先是能源 再生能源 公司必须确保所有实用的能源 包括电力、热能和颜料 都来自于太阳能、风能、海浪、水力发电、电热能和生物能等的再生能源 这种转变可以减少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负责任用水 公司必须要永续的管理它的用水 确保它们不会破坏当地社区和生态系统的水质或供应 做法必须要包括尽量减少用水量 特别是在水支援紧张的地区 以防止水排放污染 永续管理自然资源 公司在收获和管理自然资源的时候 必须要尊重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 以及当地社区和野生动物的健康 包括采用负责任的开采方法 避免环境退化和社会冲突 消除有害的排放 营运过程中 不可以向环境释放有害的化学物质或颗粒 包括空气的污染物 有毒的烟雾和危险废物 企业必须要为有害的物质 维持封闭的循环 或者完全不使用 零温室气体排放 公司也应该以直接减少的策略 和使用可信的抵烧或封存方法 以实现营运过程中 温室气体的净宁排放目标 这可以防止大气中 温室气体水含量过高 而导致的灾难性气候影响 零温室气体排放的产品 所有产品必须要设计为 在使用过程中 不会排放温室气体 这个目标专注于防止 由非再生能源供电的产品 而所产生的间接排放 安全的产品 公司也必须要确保 他们的产品如果被适当使用的时候 不会导致环境退化 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 这包括所有在生命周期里的商品 无论是销售租出去 还是作为商业活动的一部分 已提供的也寄算在内 消除营运的废弃物 公司必须要努力消除所有可以避免的 营运废弃物 并透过策略来重用 回收或重新利用任何剩下来的废弃物 这包括通过公司活动产生的有害和无害的物质 产品的可重用性 公司也必须要设计出产品 可以在使用的寿命结束之后 还可以轻松猜测和重新利用的产品 为客户提供有效的回收服务 以最大化产品使用后的价值 营运不会影响生态系统或社区 企业必须要确保它的营运 不会伤害生态系统或者是当地的社区 要尊重土地权利 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 并且要避开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地点 Future Fit企业必须要保护这些区域 并在扩展任何新的领土的时候 减少负面影响 保护社区健康 企业必须要在他们影响的社区里 积极的保护相关的健康 透明有效的预测 评估和管理社区关注的事项 这种积极主动的方法 确保公司的营运 不会对社区的复原力和健康 造成不利的影响 保护员工健康 公司也必须要解决工作场所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 防止对员工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包括最大限度的减少工伤和执病 并透过反霸凌和骚扰的政策 来戳进心理健康 员工至少得到生活工资 所有员工应该至少获得生活工资 以满足基本需求 也为他们自己和家庭提供体面的生活水平 工资应该要基于地区生活工资标准所设定 有条件的奖金或加班费应该另做计算 员工受到公平的就业条换 Future Fit公司确保公平的就业条件 提供稳定的就业保障 合理的工作时间 以及充足的休闲和育婴假 员工应该有自由结社的权利 包括组织工会的权利 员工不受歧视 公司必须要积极确保所有就业实践 从招聘到晋升 都不会因为个人特征等等的因素而受到歧视 这涉及公司的定期检讨和调整 以维护所有员工的平等机会 积极征求员工的意见 公平的判断并透明的解决 企业必须要与他们的员工接触 透明有效地解决他们的疑虑 以维护他们的健康福祉和遵守承诺 这包括了建立健全的反馈和冲突解决机制 产品通信是诚实道德的 并错尽负责任的使用 公司必须要对他们的产品进行诚实的宣传 避免误导性的声明 确保市场行销有针对适当的受众群 这包括告知用户任何可能的负面影响 并错尽负责任的使用 积极征求产品的意见 公平的判断 并透明的解决 公司也必须要积极的征求意见 自力解决客户对他的产品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的疑虑 这需要有效的政策和程序 确保在处理这些疑虑的时候的透明度和公平性 根据对未来适应性的追求所做出的采购 公司必须要确保他们的采购时间 不会对环境或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应该对所有的商品和服务负责 并且要实施政策 以预测 避免和解决任何有害的供应链影响 以实现未来适应性 有商业道德的业务行为 Future Feet公司通过识别风险区域 并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 积极的防止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 这包括遵守对商业道德行动的公开承诺 并有效应对从反竞争行为 到拦用信任等各种问题 正确而且准时的支付 准确的税务 企业必须要负责任的交取税务 为社会基础设施做出贡献 确保他们的税务策略 和对透明度及遵守税法的精神承诺一致 支持对社会和他们的业务营运 有利的服务 根据对追求未来适应性 所做出的游说和倡议活动 公司必须要确保他们的游说活动 不会阻碍迈向Future Fitness的发展 应该要避免支持与未来适应性目标 有所冲突的任何外部倡议 必须要公开他们对受影响者的联系和贡献 根据追求未来适应性而有的金融资产 持有金融资产的公司 必须要确保他们的投资 不会对环境或社会结果造成伤害 这可能会涉及到审查和收改投资决策 以避免支持任何阻碍追求未来适应性的活动 本质上零损目标可以帮助指导企业更能适应 及应对未来的发展 不仅可以鼓励企业不造成伤害 还可以确保企业至少达到除了业务以外的 其他损一平衡点 为永续发展的未来做出积极的贡献 通过将业务实践和这些目标对齐 企业就可以创建一个能达到盈利 又可以负责任的长期成功基础 由于这个策略工具是开源的 公众可以免费使用 您可以在他们的网站上找到更多的资讯 为了超越您损点并带来积极的影响 这个策略工具也制定了正面影响力追求目标 我们将会在下一集再介绍 希望你喜欢这集的内容 我们将每隔一个礼拜五更新新的集数 欢迎在YouTube、Instagram和Langain上 手寻Matters Academy并关注我们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见